诶 怎么都要晚了 去考试快快快 别复习了 你复习那么半天 你没去考有什么用 哎呀 迟到了 快快快 快点考试 诶 怎么站起来 干嘛去 这是要干嘛 我的天哪 我服了 考试考一半 然后非要去洗澡 嗨 大家好 这里是随便一玩 欢迎来到我的时代挑战第六集 上一集的结尾呢 卡尔和香芝生下了这个家的第二个孩子 然后俊杰这边呢 可能长得不符合大众审美吧 被两个女生都无情地拒绝了 但是我们成功问到了 除以朋友的身份一起去舞会 这集呢我们继续 然后我们先来看看德辉 俊杰现在变成哥哥了 今天是德辉的生日 时间过得真快不是吗 确实很快啊 今天还是冬日节 他还是在冬日节过生日的小朋友 好 那就给他增加年龄了 德辉又年长了一岁 那我们现在给他随机设定特征 一 二 三 敏感 这位模拟市民比较容易患尿布疹 经常挑食 也更容易被过多的游玩和社交互动过度刺激 然而他们得到安抚后 也能更沉静地整晚安睡 既然现在有了德辉 我就又把房子装修了 现在呢这里变成了德辉的房间了 因为他是敏感的小孩 我就把整个房间弄成蓝色调 墙上的海报啊 还有这个小怪物什么的都是蓝色的 这个床呢是俊杰之前用过的 一会儿呢会把它升级为婴儿床 这边呢是俊杰的房间 俊杰现在已经是高中生了 所以他现在有自己的桌子 可以写作业啊 用电脑什么的 墙上啊有一堆海报什么的东西 然后他的出生证明呢 我也给他一起搬到了这个新房间 我在家庭物品清单里啊 发现了一些卡尔和瑜伽的旧照片 我就敲了两张挂在了墙上 毕竟这是俊杰的亲生父母嘛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开始 今天是冬日节 我们把厨叫过来吧 送厨一个冬日礼物 没什么好送的就送这个小木头车吧 再告诉他这个玩具意义深厚 是小时候家里特别穷的时候唯一的一个玩具 一直办他度过了最艰苦的童年 现在呢送给他最好的朋友 厨呢还非常的喜欢 现在又聊了一会儿了 我又忍不住想让他试试调情了 得 看起来厨是完全不吃这套 也特别不喜欢他 我们之前兼顾的友谊 让我觉得咱们应该一起住 我能搬到你那里去吗 呃 你现在还是高中生哎 不可以吧 不是我真的不懂 我想跟你调情呢 你又不同意 然后你还想跟我搬进来一起住 除非俊杰拒绝之后 感到非常伤心 他还以为他们之间有着更亲密的关系 我 我已经叫俊杰主动的去跟你调情了 你不是不愿意吗 哎呀算了算了 德辉 德辉怎么长成这样啊 下巴为什么这么尖呢 卡尔还在睡觉 那行俊杰你吃完了以后 你就照顾一下弟弟 吃完了过来抱着德辉 让他打个盹吧 不然一直哭好烦呢 然后俊杰呢在这就跟他高中的crush 坐在一起抱着他的弟弟睡觉 非常的尴尬 卡尔你来把这个床 给他的改造为婴儿床 哦我们香芝已经晋升为三等下士了 呃 德辉该吃饭了 香芝你来喂他吧 德香芝急去洗澡 那香芝去洗澡 哦我们把这个浴缸重新买一个新的吧 好我们吃重金的买了一个新的浴缸 这个浴缸呢还可以淋浴 这样洗澡呢会更有效率 香芝你先去淋个浴 对凯儿你去画画 那那可能还是得轮到你来了 俊杰 可是我不想让俊杰总是去照顾弟弟 谁生了谁去照顾 好香芝现在洗完了 你赶紧过来喂一下孩子 德辉非常的生气 竟敢抱我 或许是这个魔女市民 又或许是这个情景 让德辉很不自在 现在他气呼呼的 不愿意被抱着 并且想要被放下来 呃那你怎么吃饭呢 你又被饿死吗 这个家不需要出现两个饿死鬼啊 那香芝你赶紧把它放下来 真是奇怪啊 刚才俊杰抱着德辉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情况 哦对今天是冬日节 现在已经都下午五点了 我们还没做大餐呢 冬日节应该吃火腿 哎我突然发现 虽然我们日子过得一直很拮据 但是我们还没有着过火什么的 有的时候我玩的 SIM吧本来就很穷了 好不容易买了一个新的家具 然后总是着火就烧掉了 这边俊杰呢也帮着香芝一起去做饭了 好现在已经做好了 我们来邀请大家一起享用大餐 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挑战里过的第一次冬日节呢 但是我们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了 伊安又打电话了 凯尔我昨晚做了一个关于你的怪梦 我们在参加一个派对 你一直无视我 我跑去找你 在你面前挥手 但你好像看不见我似的 我是隐形人吗 你怎么看不见我 啊这 这不会是 意思是你马上就要死了吧 就是你死了以后来参加我的一个派对 然后我根本看不见你 因为你是鬼啊 肯定会友善对待你了 我的老朋友 我们邀请伊安也过来吧 上学是件蠢事 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工作或者生活了 我可以再也不要去上学吗 上学可以学到很多重要的东西吧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了 俊杰还没有找一个临时工作呢 做个体力劳动者吧 因为当警探需要很棒的身体吧 可以提前通过这个工作锻炼一下 然后俊杰你过来把圣诞树点亮了 哎正好是冬日老人也来了 他还在偷偷的放更多的礼物给我们 俊杰你过来尊敬的介绍一下 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过冬日节呢 然后你再朝冬天老人要冬日礼物吧 获得了什么 海怪化石 先放这吧 这边呢卡尔在喂德辉奶 喂完了呢叫他匍匐 你先教着他啊 香芝呢 香芝你起来了 向冬天老人来要礼物 香芝得到了什么 三只蜡烛的故事 怎么这吸血鬼又在我们家门口 德辉怎么了 德辉现在 啊德辉这一晚上都在外面睡的吗 你这卡尔怎么当的老爸 不知道咱们家晚上天天都有吸血鬼到访吗 迪熊的成就 然后哎 要快冻死了 不行不行不行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 所以我现在让他们全部都回家了啊 因为我并不想让我任何一个sim再死于任何的事故 我们还是在家叫德辉吧 哦 厨来了 对 俊杰呢 你就接着跑 给他看看你是多么的阳光爱运动的一个男孩 然后我们边跑着边了解一下厨 厨不喜欢烹饪是吧 没关系啊 俊杰可以做饭 俊杰应该从现在就开始锻炼做饭了 哦对了 我一直都忘了 得让俊杰勤洗脸呀 要不然满脸都是痘 哇塞 这个血鬼又在这儿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每天都派一个人来我们家门口站着做什么 目前他们还没有对我们做出什么有攻击性的行为啊 怎么德辉又被放到了外面 啊随便吧 你们的孩子你们自己说的算 对 凯尔你接着画 我发现凯尔画风景画的时候特别容易画出杰作 这是谁把厕所用得这么恶心 香芝你醒着那就麻烦你来修一下 修完了以后呢 帮德辉洗一下澡 德辉现在非常的臭 好 现在又到了第二天的早上 凯尔和香芝呢都已经去上班了 所以我们今天又跟着俊杰来读一天高中 今天的第一个任务呢 还是在跑步机上跑一个小时 好这个已经完成了 现在呢我们需要为考试复习 诶怎么都要晚了 去考试快快 别复习了 你复习那么半天 你没去考有什么用 诶呀迟到了 快快快快点考试 诶 怎么站起来 干嘛去 这是要干嘛 我的天哪 我服了 考试考一半 然后非要去洗澡 点了一份炸鸡三明治 特意跑到了厨的身边来吃 然后厨直接走了 哦因为上课了是吧 你看你 你非得去洗那个澡 你现在什么都是晚的 你也不能跟你的块儿是一起吃午饭了 好了那下午这场考试呢 勉勉强强的是考过去 哦这是厨是吧 哦道歉 我们是做错了什么吗 不管了那就先道歉好了 然后呢再跟他开玩笑 讨论下雪 你知不知道出雪的时候 然后在身边的那个人就是真爱呢 然后呢我们再 诶怎么走了 是一点情话都不想听吗 那算了 我们就先回家了 你呢先回家写作业吧 我们提升自己是主要的 自己优秀了以后呢 就会有其他的女生会崇拜你 哦今天是进城夜 那大家一起都去城里边吃饭去 好我们来到了城里 没带着德辉 因为德辉现在太小了 什么都干不了 奇梦没有打电话 最近镇子外面办了一场演唱会 你去看了吗 我们必须一起去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行吧 俊杰接受了邀请 但是需要找到出去的地方 他可以请假或者逃跑 点击地面就可以是吧 哦去挑流行音乐会 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可以逃跑吗 哦成功了 这边呢香脂被辣得烹火 旁边做了几个模拟市民 我们先跟他们友善地介绍一下 多认识几个人吧 感觉香脂认识的人 好像都去世了 诶今天是德辉的生日了 哦还真是 也是香脂的生日 那得了 那现在大家都回家吧 好现在到家了 凯尔你这个做老公又做爸爸的 赶紧去做一个蛋糕 这边呢德辉学会了做起来了 我怎么觉得德辉好像学得比俊杰要慢呀 我记得俊杰好像很快就学会做起来了 好这边呢凯尔已经把蛋糕做好了 放上了蜡烛 那香脂你先来吹蜡烛 好祝你生日快乐 香脂 然后香脂走两步 现在开始变老一岁 紧接着呢德辉也要过生日了 我们就直接给他增加年龄了 好德辉又年长了一岁啊 随机设定特征 一二三 小天使 脾气温和 容易相处的幼儿 遵守规矩 不乱发脾气 很容易陌生人说话 诶这跟他婴儿时期 是个敏感宝宝 有点形象不一样 他敏感的时候 连他亲妈抱他 他都不愿意 现在变成小天使了 那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了 这一集呢 我们俊杰再次求爱无果啊 感觉青霉竹马的故事 好像不会发生了 除呢 完全对俊杰没有感觉 我们也试了很多次了 然后随着德辉的出生呢 这个家也被装修的逐渐变大了 哦对 我们还没让香脂和凯尔结婚呢 下一集看看有没有机会吧 那再见